接着这个练习Advanced mean 就是要想的东西是更复杂的 是深一点的 mean,median和mode given这里以五个数的median是11 我们找这五个数的 mean平均值 median记得中位数就是排中间那个 我们把数字由细至大排 例如x暂时是暗东来的 最大很明显是x加7 x和x是第二大 所以这两个数一定在右手边 因为这个应该是最大或者第二大一个 我可以问问为何六不会在右手边 因为median也是11 六很明显在median的左手边是细于11 所以六一定在median的左手边 换过来说六不会在x-2和x中间 一定在x-2或者x-3中间 甚至乎是x-3 总之它不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因为我可以跟着下一个判断就是 x-2其实就是11 我可以直接写equation x-2等于11 所以x等于13 带回来四个x里面 就变成6 13-3是10 13-2是11 13本身和13加7就是20 最后一个面就是将这五个数相加除5 平均值60除5 大概12 13 感谢观看